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力量集结起来才能创造跟改变台湾的草根民主 要在体制里面去冲撞 我们要在夹缝中去开出台湾的这个新的可能跟未来 除了环境这份没有分构立委名单 也包括当地土地跟勒工冷却 台湾婚姻平均运动的台湾版路 企业推动联名一行中口水分表示 万一到新三前是希望把进步的力量拖入国会 想要改造社会就要付出的行动 我想幸福是一种可以分享也不会变少的东西 而平等是什么 平等是一种我站起来了 并不会逼迫你必须倒下的一个价值 我认为我们台湾每一个人 值得拥有这样子幸福跟平等的未来 虽然一开始力动 社会专业和世代力量也表示有合作机会 但后来世代力量三部 要推出自己的无分构立委名单 再后听从力动和社会专业 以后社会专业也提名四人 日董表示希望你九月中公布 完整的名单和牌序 记者 令人们等待你报告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公民行动已经进入资料库 以及中正大学晋升即是广播电台 联合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五晚上的十点 在中正大学的频道 FM88.1的频道当中会播出 那在礼拜天晚上的九点半 在公式新闻议题中心 PNN的网站上面 我们会有直播之后会在公布的网站 会有完整节目的这个播出 那今天非常开心 要来跟大家谈一个问题 我相信关系台湾社会运动 关系台湾政治的朋友 应该都会不断的在追问一个问题 如果纯粹的去搞社会运动 那这个政治是有办法改变的吗 那但很多人我们可以看到 在过去几年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朋友 所谓的第三势力的成立 包括这个人民火大联盟 或者是像第三社会党等等 在2008年其实有非常多的人 投入到这个政治的选举 而长期以来 绿党也扮演着类似的这样一个角色 可是好像屡战屡败 当然也有少数的几位去当选 那不过因为今年这个在去年318运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的环境 有了很大的改变 也让很多的社运的朋友 或是所谓的第三势力 也重新揽起了希望 那在8月17号的时候 这个第三势力里头的所谓的 所谓的第三势力里头的绿党跟社民党 他们其实核组了一个叫做绿党 社会民主党联盟 那并且宣布投入2016年的选举 同时除了投入2016年的 这个所谓的区域选举之外 也共同推出了不分区的名单 现在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他邀请到的 这个不分区的名单之一 也就是长期关心台湾环境运动 社会运动的人权律师 詹顺贵詹律师 詹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各位请你先谈一下 为什么你要从一个所谓的环保律师 从一个所谓的人权律师 转而投入到选举当中呢 确实如刚刚主持人所讲的 其实从去年318之后 其实大家都在思考 那公民定位的 公民运动的角色呢 如何在这场运动中定位 以及呢 如何集结公民力量来改变这个政府 那我过去20年来 就是一直的参与很多的社会运动 环保运动 土地反土地征收运动 等等的这一些 那固然就说有一些成果存在 但是呢 其实最大的那个影响一个变数呢 其实还是要靠政治人物 或者立法委员 他们肯释出善意 我们才能彻底的改变 那也因为是这样子呢 我想个案的努力 其实真的即便累积 看到很多 从经验上看到很多制度面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集结足够的压力 去改变政治人物的决定 或者透过他们的善意 去改变这样决定的话 那其实很多的运动到最后很容易呢 徒劳无功 甚至让很多的公民运动泄气 那因为这样子的局面 那所以我认为说 在这一次的选举 看起来是一个情况比较好 那我希望呢 能够透过过去20年来 在一个一个个案里面 那当然都跟很多的自救会的互动呢 能不能呢 就是说 透过呢也让绿党呢 来提名我当部分区的立委 那让绿党会跟这个盛民党结合之后呢 能不能在这部分区里面 多吸收一些选票呢 让他们可以突破门槛 刚刚你特别谈到说 在过去的公民运动 社会运动当中 经常会有跟所谓的政治人物 有某种类型的这种合作 特别是我们知道 跟在野党的这个立法委员 这个合作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你也提到说 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压力 其实有时候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施压的过程 他最后徒劳无功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在过去你参与的社会运动的经验当中 不管是对于所谓的一般的 跟在野党的一种合作 或是跟执政党的施加 甚至有可能跟执政党合作的经验里面 什么样的例子让你觉得 这是一种徒劳无功 而为什么你觉得 透过这种所谓的社会运人士 透过这个参选 就能够去解决 刚刚谈到的那些问题跟窘境 首先我想说 即便说去参选有一些立法 就是说社会运动人转成立法委员进去 也不必来一定可以改变 但是他头上可能会有更多的武器 或者更多的筹码 去要求行政机关 可以做一些比较善意的决策 那我想刚主持人问到了 以这些个案来说 我们以最明显的一个案例 就是2011年的反国光石化的运动 当这个案子变成 几乎都是全民皆反的时候 那即便国民党的马政府 他心里面再想 再多么希望做这个开发 到最后他碍于这样的压力 以及选举将近 最后他把它画下修指幅 其实我们看到的 现在号称14A的央行的彭华南总裁 最近他提出来的旧经济的方案 竟然还是这么老旧的 说要设置石化专区 我想像这样子呢 我们就需要在另外一波的 社会运动的力量 那社会力量 我们讲说另外一个有局部改变 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成功的 我们还可以看说苗栗大幅的事件 那这样发生产田事件之后呢 一波波农民集结到凯道 虽然说第一时间吴敦毅在行政院长 时候有释出的善意 把农民找进去了 那也做出了一个画地环荣的方案 但是呢人去政习 随着他后来变成了副总统 接手的这个江仪化当行政院长 那因为或许对这些赖龙取脉的不懂 那也就斗不过这个老政客刘正宏 结果呢又让他牵着鼻子走 说什么这个 这个房屋原位置保留呢 并不还有什么附加什么样条件 到最后都让刘正宏可以 就是说以天势良机的这样的理由呢 就把这个张药房给拆掉了 那其实在那个 协商的过程中 当然我们也通过 这个 在野党立法委员林淑芬的那个协助呢 其实甚至本来农地的 农水都还有很多侃侃可可的事情 但是我们通过他的协助 以及透过这个预算的冻结呢 有让苗栗县政府 比较愿意的把农地的农水路的部分 把它做好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个 在野党的力量不够 加上呢这个政客的老谋身赚 所以当我们那个压 那个社会议论压力稍微放松之后呢 那刘正宏还是敢谈个房子 就把这个张药房给拆掉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体验到说 其实如果我们第一时间有更多的 真正可以作为弱势代言的人 进到立法院的话 或许联合起来 不管从行政监督 从预算监督 从法案的那个立法过程中 或许才能给这个执政的这个执政党 或者这个政府呢 更大的这个压力 不过如果要形成这个更大压力 即使到了立法院 其实恐怕也会有非常多的困难 例如说他能不能形成党团 他是不是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所谓的成员 或者是那个社会的力量到底够不够 恐怕还有更多需要去思考 或是合众联合的地方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谈 我们回到这个詹律师参选 詹律师参选事实上是代表 绿党跟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结盟的 一个不分区的这样的一个参选人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在 这个绿党跟社会民主党 这个不分区的这个立法委员 到底是怎么提名的过程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会看不到 这个目前这四位的排名的顺序呢 现在只是把这个不分区的人选找出来 那其实这一部分呢 就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 我们现在这提名这四个呢 其实只是绿党的部分而已 那绿党的部分呢 原则上单就是由绿党的党中央去接触呢 觉得可能对于这个各种不同的议题里面呢 有代表性或者未来呢 可能这个端出来之后呢 可能在对社会有一些吸引部分区 选票作用的人先去把他们 就说找出来或者说征召出来 那这是第一阶段 那接下来其实第二阶段 社民党的部分区的那个名单 其实还没有完全提出来 那就我的了解应该是 有两到三名 这个很多的朋友都会关心到底如何排序 恐怕他不是只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投票的问题 可能也包括大家到底重视在弱势群体 或是在公共议题当中 到底相对之下重视的是哪一个面向啊 当然我们知道绿党跟社会民主党的参选是很多人会特别的关切 不过到底你们跟所谓的主流政党 例如说国民党跟民进党有什么不同 我想这个不同很多人大家知道 可是我想更多人会去关系的是说 好那对所谓的其他的进步力量 例如说时代力量之间 社党跟绿党这个结盟跟时代力量 或者是跟主流政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人民要去选择你们呢 我想我先分 第一个就是说 以绿党来讲 他现在提名的四个不分区里面 他很清楚的界定就是以比较行硕 过去长期投入的专业领域来看 所以行硕所谓的专业立委 比如说有中华电信公会总干事张立芬 那当然我想他的参选的声明 特别重视的就是有关这个劳动权益的问题 那有那个 伴侣盟的理事长 那当然他就比较希望说 这是这种多元成家 跟这个两性平等平权的问题 那那个根正本身 当然就是比较着重在环境争议 那我个人当然就是比较强调在于 这种反对征收啦 农民的权益跟土地争议的这一部分 我想这是我们提名判断的标准 那跟时代力量这一边 但我不是在民进 不是在绿党的党中央 但是我就说渐渐将策民的了解 其实 原先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呢 所谓比较清新的这个时代力量 社民党以及绿党的真正能够整合 那后来真的整合不成功呢 我听到比较具体的说法是说 这个 时代力量的那个重要的发起人 知义林峰正 律师私底下是说 因为他看起来他们是要搞政治 但是绿党跟社民党其实还是从他们端出来的政策看起来 他们还是在搞社会运动 他认为这个因为有本质上的差异 所以一直就没有办法整合 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 比较遗憾的 但如果这个三党其实可以整合起来 或许他突破5%的门槛的几率很高 那就我个人来讲 我可能比较希望 以还是做现在的角色 不一定就要担任再出来 来做说让绿党做不分区提名 那但后来看到这样子的破局 那我想说 这样子为了不要让绿党跟社民党联合之后 这个声势完全弱下去呢 所以我 我 最后还是就说决定 就让绿党做不分区提名 但是我看到时代力量 现在比较大的 就个人的根本 我觉得他比较大的危机 以及我对他比较大的一个质疑 就是说 我们从最近的新闻发展 他们一个区域的立委都争相的 跟民进党蔡英文主席合照 并且引以为柔 我都把它做为最头条的报道 那接下来 他们的前面的代理总队长 那个Freddy呢 他现在他的总干事 他的所有进选团队 几乎都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人 跟他的市议委全面的进驻 那我们就要问说 那时代力量 你到底是要做民进党的侧义 还是真正要为 弱势人民的代言人而站在左派 就我们各个话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分类 国民党是右头 过去民进党被认为是右独 但是现在民进党很确定是右 但是是不是还是独 我们不知道 但是时代力量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快速的是往民进党这边靠拢 变成他的侧义 那这样子他还能够告诉人民说 他真的是一个进步的力量 是可以站在弱势人民这边的左派 这是我们的最大的问号 对所以其实我们当然还要再去看 时代力量推出的不分区的名单 以及这个之后的发展 或许我们从现在观察 的确可能有詹律师所提到这个疑虑 那所以这样一个分析下来 所以对于党跟社会民主党 就是一个在台湾比较明确 标示是一个左派政党的参选的 一个形象跟目的吗 是 就是说至少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发出来的 就是说希望 他或许就是说 绝对不可能是 那个有执政的打算 所以他比较希望说 很清楚的 就是站在 就是说左边 左派的这一边 那把各种 我们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些 弱势的议题呢 希望呢 作为这些弱势人民的 那个政治代理人 那或许这样子呢 他很难得到20% 30%40%的支持 但希望可不可以 藉由这样子呢 我们可以巩固到 10%15% 先把基础站稳了之后呢 或许就可以再说服更多的人 来认同支持他们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 其实在时代力量 不是 那个绿党也好 社民党也好 他们很清楚都在宣言 大家都可以预期 接下来2016 一定是民进党执政 那他们一定会很坚定的 站在监督民进党执政的 这个对立面 所以我觉得 这个比较有意思的 就台湾事实上 鲜少有号称 或是标示自己是一个左派的 这个政党出来参选 因为在过去 台湾对于所谓的左派的概念 都还放在一个共产党 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我想要继续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觉得台湾的左派是有市场的 我们虽然觉得这个社会不断在强调 所谓的公平正义 可是这个公平正义 其实解决公平正义的方法 某种的右派也在强调所谓的公平正义 他们觉得也可以去解决 那为什么要选择左派 左派在面临所谓的公平正义 面临到所谓的市役的问题 面临到所谓的经济发展 面临到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问题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策略 绿党跟社民党究竟要怎么做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一起连线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前一阵子绿党跟社民党 他们联合推出了这个部分区的候选人 那我们也邀请到这个部分区的候选人的 其中的一个一位很重要的一个 台湾社会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要角 就是詹顺贵詹律师 但是詹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特别谈到说 绿党跟社民党事实上在台湾的选举里面 其实很特别的 就是说他们标示出一个叫做 所谓的一个左翼的政党 那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对于所谓的左翼 在过去台湾的社会 其实存在了一些恐惧或者是一些误解 因为这个跟过去台湾跟中国之间的 这种所谓的冲突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中国它标示是一个共产主义 那当然这个共产主义或者左翼 事实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 那可是这个所谓的左翼的力量 虽然他会希望能够去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 但是所谓的民众 真的会去选择一个左翼的政党吗 为什么这个左翼的政党 它能够让大家放心的去选择他们呢 到底也没有什么样的 比较明确的主张跟想法吗 当然如果以过去长期以来 尤其我们在这边 大部分人都是受到国民党教育长大 那会很容易把左派就跟 国民党或者无产阶级会把它发上等号 但是其实我算个人不是学政治的 对这个我没有办法全身那么精准 但是我认为呢 台湾其实长期以来 我们说受右派或者受资本主义的 这个阶级压榨 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产生的结果就是 分配越来越平均 过去台湾经济迹引以为傲的中产阶级 其实几乎瞬间就消失不见 全部都掉为新平阶级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资本阶级的压迫 那我们现在所阐述的呢 就是说绿党跟社民党的这个联盟 所要做其实就是说我们希望呢 诉求呢 在透过占领国会的一定席次呢 我们希望可以突破这种 资本阶级压迫的这个窘境呢 或者说至少有人呢 有一些政治代理人可以进到国会呢 帮忙这些弱势的人民 或者不管是我们说本来就是一个 弱势的或者现在从中亚界 被打到新品的这样子的族群呢 他们有更多的人可以进到国会呢 帮忙去做这种资本阶级压迫的 这个抵抗的代言人 嗯哼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 但是到底实际的做法是什么 社民党或是绿党这边也许可以要 可能要得提出更多的一些具体的诉求 来告诉我们 这个其实让人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这个选择啊 那事实上所谓的社运参选 也不是在今年才发生了 在过去包括像人民火大联盟 这些朋友甚至在更早之前 绿党也有类似的这个朋友出来 这个参选啊 那可是每一次这个参选 其实都会出现一些 在社运圈里面都恐怕都会有一些质疑 例如说曾经有这些团体 因为有人去参选的 结果大家就跟这个政治人物划清界限 甚至会觉得这个参选之后 其实会对社运团体会产生一个很大的 这种冲击 例如说很多的社运团体的人去参选的 结果好不容易社运团体培养出来的人才 原本是可以在所谓的第三部门 在这个社会领域来去贡献来去努力的人 结果他又进入到一个政治的部门 你怎么去看这样一种发展呢 这种所谓的社运团体 或是所谓的社运人士参选 会不会造成台湾的社会运动团体 好不容易慢慢养成的一个力量 受到很大的冲击跟挑战 当然这是一个取舍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我认为可能要分两个层次来看 像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后呢 他把过去大量的社运人士吸引到 这个行政的体系去 或者说入阁或多方面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他确实对于社会运动的能量 会大量的消耗 会让他 事实上也印证说 在我们讲执政那8年 尤其让和氏 就是说停工在复建之后 确实会让当时的社会运动呢 非常的消沉 但是如果以这一波来看 如果大家选择的是要进入到立法院 那其实立法院虽然说表面上进到政府体制 但是他一定程度还是属于代表人民呢 在监督行政权 那以那个绿党和盛民党 我们在强调就是说 我们是要用一个所谓的这些特定 比如说劳工啊 那个两性平权啊 环保啊 这个农民啊 是做他们的政治代理人 到里面呢 替他们捍卫权力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的角度呢 把这个社会运动的领域呢 把它扩展的更多 那这样其实 只要是以这 自己了解说我们当了部分区立委 我不是一个掌权者 不是享受一个权力的人 而只是他们的政治代理人 那我们没有做好 其实真正委托我们的这些人民 很快的可以把我们换掉 那用这样子临身铝箔的这样子的心态呢 我们希望可以改变以前 以前那种做法就是说 不要让社会运动一定要跟 这政治 尤其是只是做监督行政部门的立法委呢 就是说这里面让他 敬畏分明这样截然的划分 而是说 两边的力量可以结合起来 对行政部门产生更大的压力 然后让政府的决策 可以往更符合人民 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方向走 嗯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知道选举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 那过去绿党经常会被人家批评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们又不在经营地方 你们又不跑红白铁 你们又没有自己的装脚 那你们又跟在地的人之间的关心 恐怕虽然你会去关心他们的环境议题 可是并没有所谓的去组织化 那可是选举事实上 常常会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组织 动员组织运作的方式 绿党或社民党 其实特别是社民党是一个新兴的政党 难道他只能够去吸空气票吗 那在这种没有组织的这种所谓的情况之下 或是在组织有些的情况之下 那么会有这些相关的 所谓的动员的可能跟得票的可能吗 当然这就要看大家如何 第一个人如何看到这次选举或者说 绿党社民党的不分区的人 如何去看待 就是说如何去操作这次的选举 那当然过去的那种跑红白铁 在地方白铁 培养感情的这样的方法 比较是属于区域立委的选举方式 那不分区确实你要 以现在讲单纯用理念去吸票 他可能会但是毕竟那个 还是有他的局限 就像绿党参政这么多年来 四年前最好也差不多 才23万票左右 那这次我们的做法会跟以前 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是不分区 但是我们要比照 区域立委的选举方式呢 我们要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呢 去做一些理念的说明 理念的说明 其实我们为什么 以及让他们知道说 他们可不可以去有这个 政治代言人到国会里 里面去的话 真正能帮他们做什么 那以我个人来讲 就是说我们的 我个案的处理 跟一般的律师可能比较不一样 因为譬如说 每一个每一个征收案件啊 开发案件 他们几乎都会有一个资救会 那我跟每一个资救会之间的 那种互动 像以大普来讲 其实那有非常高度的信任关系 所以我 像我只要是每一个区 每一个区再去 各地的资救会 然后或者再透过他们网路 多找一些在地的居民 乡亲呢 一起出来做一些座谈 那告诉他们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 以及他们为什么需要 就是说有政治代言人到里面 那或许 应该可以有机会 有别一般的区立委的选举方式 但是又跟他们有接近的 就是说部分区立委 其实也是会到地方 去做一些拉票的动作 那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子一气呵成 能够帮 绿党跟盛民党呢 突破5% 甚至冲到10%的门槛 嗯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绿党跟盛民党 这个宣布部分区民单的时候 站在这个 在律师旁边的 其实是秋春节 是这些所谓资救会的成员 我想这是跟很多 这种传统的选举 其实是不太一样 就是这些受害者 这些所谓的被政治 被经济压过的朋友 他事实上站在第一线来相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 好了 把你们真的把你们送进去立法院的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变的 不分区的名单 事实上都可以提的非常的漂亮 国民党当时的不分区名单 都被认为说比民进党还好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国民党不分区最后 还是变成类似党边的角色 最后变成还是维护 他既有党的利益的角色 我们怎么相信你们 真的进去立法院之后 你不会背叛人民呢 这个就是如我的参选声明所讲的 我们签了政治代理人的契约承诺 那我希望选民投票给我 让我可以进去立法院监督政府 但是同时我也希望 过去我熟悉的可能是战友 可能是一般的人民 其实你们应该要用 过去监督国民党 监督政府的相同的力道 相同的标准 可以来监督 绿党社民党以及来监督我 如果觉得不行 其实我们的政治代理契约 里面应该有一些制度 那如果有人因此而产生质变的 那我想这个政治代理人 随时都可以透过 既有 就是说 绿党设置的机制呢 把它给终止掉 那当然如果 不要离谱 但就是类似透过党计开出 党籍这样的方式 那其实以国民党 4年前提出来的布局立委 看起来其实是非常好看 但是那个只是一般媒体对他们的 外界对他们的评价 其实真正在社运圈子领域的人 都知道说 他们提出所谓里面有很漂亮的那种 有社会团体的里面的名单 那些人其实 跟实质参与社会运动 其实有很大的距离 那从事后 这4年的表现 也可以印证说 当初 我们这些时期 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人 看到这些人根本不可信 那后来的表现也如我们的意料 只是 当初名单一公布 我们想一般的媒体 或者一般社会大众 是不容易了解 那我们 绿党所提出来的 这4位不分区的这个名单 其实大家只要随便Google 过去都有一二十年的 经历 赤裸裸都可以 在网路上都可以搜寻的 要肉搜 要什么都没有问题 其实有过去的 累积的信誉可以做背书 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 选民跟公民团体 要就是 可以用更严格的标准来监督我们 的确我们看到这4位候选人 其实长期都是真的在关心 这个土地的问题 这个环境的问题 劳工的问题 性别的问题 其实跟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扎根式的这种 所谓的参与者 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个问题 好了 就算进入到立法院 那你们也不会去背叛能力 你们也会觉得 去坚持理念 即使所谓的背叛能力 也会有一些机制 把你们给淘汰掉 可是进到立法院 我们要面临到的 恐怕是一两百位的这个立法委员 那你要形成党团 你才能够去提案 那绿党假设 只有两个人进去 那他恐怕没有办法形成党团 那面对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结构性的限制 为什么这些第三势力 他就有本事 有办法 就能够去做一些改变呢 当然如果没有办法形成党团 当然他可以使用的资源 以及在立法院 可以使力的力道 确实会弱很多 那但是我想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成的 因为我要出来 我一直希望呼吁呢 一出来希望就可以 至少可以有突破30%以上 可以组成党团 但是我觉得更大一个重点在于说 像以我个人 即便我还在做一个社会运动人士来讲 我已经有实际参与过很多法案立法的经验 那我觉得更大的一个更重要性就是说 我们大部分的立委 尤其区域立委 其实他们其实忙各种选民的服务 他们大部分对于法案其实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能够针对某一些 人民在乎的法案 我们深入研究深入了解 只要你言之有误 私底下好好找这些委员 跟他们说明 跟他们沟通 其实还是有一定游说的空间 尤其如果 跟这个 主导这个立法的这个政府的行政机关来讲 这也 其实只要 一样你只要言之有误的跟他们好好沟通 这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好的那个商量妥协空间 那 当然有一个最大一个因素就是说 进入到立法院 其实每一个立委可能代表都有很多多元的这个利益 要在里面做角力 那我们只希望说我们能做到就是说 第一个呢我有一个 最低的底线我要达到什么目的 那在这个最低底线之上呢 本来 就不可能什么都是我们说的算 这个地方本来就要有一些折冲要协调 只要不打破我们最低底线的话 我们当然说能够争取多少多少 那这部分的这个 协商也好沟通也好 我想这本来就是民主的常态 真的民主常态本来就不可能是 哪一个政党说的算 除非是这个 这个政党是直政党他在立法院 就说 拥有绝大多数的这个形式 但是我们看到以国民党 过去的那案例即便他掌握了 三分之二四分之二席次 也不能凡事都他所有的算 他还是要重视社会观感 所以我想我们 只要我们的理念站得住脚 在即便在立法院的席次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 结合社会的 这个其他公民团体的力量的一起来 逼着 尤其是接下来很可能执政的民进党 这些立委的 他们也应该做要做 制度或者大幅的让步 让我们 就说 很多的法案呢 可以往人民比较友善的方式 比较符合公民正义的方式去制定 或者他包含他的政策也是如此 回到在政治现实上面 他当然是一个合纵联合的过程 那当然这个合纵联合的过程当中 也必须要所谓的关键的少数 他才能够发挥一个真正的力量 今天非常谢谢这个詹顺贵律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党跟社民党 他在整个参选过程当中 一些基本的想法 当然有很多更需要跟人民沟通的 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恐怕也得要跟走路到这个社群里面 走到各种不同的团体当中 来更多的阐述里面 那非常谢谢詹顺贵律师 我们下礼拜共同再会拜拜 谢谢 天空的眼泪 洗过了时间 还来不及反显 存在手中的幸福像是不见 心中的黑暗 天开的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越斯梦 往前走 继续来续模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